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 只要坚持住学习啊 人生就有无限的可能 其实本来呢 想说的这个话题 就是这个title呢 本来不是说这个的 我本来想的是 想说的是保持住自己的价值 坚持自己的自信啊 其实昨天我已经考虑好了 想要去讲这个话题 但是今天早上就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 然后它里边说的这句话 让我深深的印在脑子里边 所以我决定把它这个来作为标题 因为人只有坚持学习 你才能保持住自己有价值 所以呢人生才会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这个句话真的非常非常好 在这里强调一下啊 为什么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昨天呢 昨天还是前天 有一个观众朋友给我来信 他就是说和男朋友之间 当然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情啊 然后失去了自信啊 他就是总是去疑心他男朋友 或者不是总是 他是有迹可循的 他发现他男朋友一段时间 就是有改变啊 就是好像有点像 就是有外边 又喜欢了别的女人这种状况 可是呢又到了试婚的年龄 不知道放手好 还是不放手好 其实我当时看了之后呢 有点点真的是 蛮替他心疼的 因为我们女人啊 处在这种关系当中 爱情当中 往往会流失自己 就是因为你太紧张对方 太在乎对方 就是当对方真的有些东西 比方说爱上别人的行迹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 对自己不够自信 我跟他说 我说你怀疑他 是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了自信 你对你自己的价值 失去了这种 就是自信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的事 就是我现在先讲这个part 是针对这个朋友这个故事啊 我们先要保住自己的自我价值 自己做好了 然后找到对方真正曾经爱你的原因 这才是最关键的 因为你去怀疑他 你和他吵架 你和他怎样想办法就是去 哎呀和他吵啊和他吵 都是没用的 因为你越吵关系越坏 他们两个人已经谈了很多很多年了 可能已经到了感情倦怠期 然后他碰到女人 就是漂亮的女人 或者是别的女人 心动难免的 这是很正常的 就算结婚了 这个过程也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的 可能也会爱上你 或者忽然间又爱上了别人 也有可能 因为这就看你自己的自我价值 你保持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是否能让他一直保持到 对你很爱很爱你 因为这是要付出的 这是要你要自己为自己付出 保持住自己的价值 并且为他付出 保持住这种 让他感动 才能保持住 一直保持住 他爱你 你爱他的这种东西 如果中间哪一个人鞋断了 他肯定就会 难免会对别人动心 当然 当时他的朋友就跟我说的时候呢 说对方不承认 说怎样怎样的 我说 我家波波在叫 因为他要从这个门过来 我把他挡在外边 开门给他 你叫我什么叫我 朝着我录音 拿开门给你了 他过来了 我讲哪里了 讲哪里了 我给打断了 我就忘了 OK 就是我跟他说 我说 他说他当时的所有的行迹 都表现出 他可能已经出轨 就是已经喜欢上别的女人 和那个女人怎样怎样的 然后呢 我就跟他说 我说人生呢 有些时候呢 会的 他可能不一定出轨 但是他可能真的是对别人心动了 给你看看 say hello 别别别 别跑别跑别跑 别跑别跑 sa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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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叫你过来捣乱 hello hello 然后我当时就这么跟他说 我说他可能真的心动了 有可能 因为 他所讲的所有的行迹呢 是真的是有可能男生对别的女生心动了 而且我们女人的第六感 确实是很准的 确实很准的 但是 我跟他说 你要过真的是想要去 他真的出轨 那你就是淡定的去求证他 如果你真的是 你的目标是 想挽回这段感情的话呢 那你就应该做的 并不是去和他吵架 怎样 当然你要让对方意识到你知道了 或者是让对方意识到 你很在意 你不允许 这个你要表达清楚 但是而不是经常经常吵 而是应该把所有的集中精力 集会到自己身上 找回自我价值 让自己继续可以恢复到那种 曾经他爱你的状态底下 他为什么被对别人动心 而开始对你冷淡了 是因为你失去了你的价值 而我这个 这才是最根本的 所以当我们想留住一个男人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要去瞒着他 要哭啊闹啊什么 而是要把这经历 更加专注在自己身上 把自己找回自己的自我价值 让自己更加发光发热 你要你要回来可以 你不回来 我一样可以找第二个 就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会心痛 感情建立了这么多年 但是这没有用啊 就是我们的目标 是要挽回他 并且让在挽回他的同时 不要失掉自己 就是要自己的价值 更加增值 OK 这里先讲的是感情问题 我们在接下来讲的呢 就是 就是后 就是 Title讲的那意思 坚持学习 人生是有无限可能的 这句话在哪里出现的呢 是我在微信里读了一篇文章 他当时讲的是 阿里在征召一些老人家 不知道做什么工作 年薪40万 里边有个80岁的 清华大学的老太太 还有 一共招了10个人 就3万人里边 招了10个老年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84岁的 清华老太太 他们还有几个老先生 他们的人生就在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学习 而他们就 就是在老年的时候 一样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高薪的薪水 而这篇文章 另外一个part呢 讲的就是 一个女生 36岁 就当收费站取消的时候 她就哭着和正 和那个上司 说 说我的青春都给了收费站 我出了收费站 我什么都不会 OK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比方说 哪怕我们做家庭主妇也好 还是做任何行业都好 或者是你在一个公司里边 非常舒适的工作里边都好 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价值 不管你是在一个多么舒适的环境底下 包括我现在都是 我现在呢 我不用看公司了 我在家里边呢 我一样让自己保持住 我在不提的学习 做YouTube 然后学时尚 学美容 学上 虽然我这个人是 我不喜欢做学校里边学 但是呢 我是人生中 每一个点点滴滴 我都在学 所以我对我的未来的创想 我就永远是抱着非常 positive的 因为我知道我肯改变 我肯学习 大家都是这样 就是有很多时候 有的人 也有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 他就说他年龄大了 就是到了 就他可能又回到了 某些原因 他又回到了原点 我跟他说 他说他说就完 他说他说什么 回到了原点 就失败了 但是我忘记用什么词 我说这不是叫失败 这是表示你可以再从头开始 我们人生永远都不会finish 都不会觉得 哎我失败了 我完了 我完了我人生不可能 只不过是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 从新开始而已 而且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人家说 哎呀我到了中年 可是我一事无成 或者我到了中年 我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我觉得呢 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追逐一些 缥缈的东西 一些自己认为应该追逐的东西 我反而觉得到了中年 40岁以后 当你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时候 你慢慢开始理解 你真正到底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才是真正我们奔向自己理想 奔向我们自己向往的生活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时候慢慢的脑子开始clear 开始清楚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了 所以年龄大了 并不是表示你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而是你开始真正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而且并且有了财力 有了经验 有了这种社会经验 可以专注的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大家在这里一定要记住记住 人生不管你在哪一个角落 在哪一个职场上 在哪一个阶段 只要你不断的改变 学习 你的人生就是无限的 就是有无限可能的 这个我们要 这是学习是为了什么 学习就是为了增值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价值越大 越有用 我们就越不会怕被社会淘汰 被身边朋友淘汰 被公司淘汰 对吧 像很多人上班的时候 就是年轻人总是在这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怎样怎样的 其实抱怨 你遇到不好的上司 你遇到不公平 这是职场上89%是新人都会遇到的 可是这种抱怨对你的这个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你不公平待遇 为什么 第一 你可能方法不对 就比方说 有些可能是你的工作能力不够 那就提升工作能力 也有种可能是你的工作能力太够 可是你的人际关系不好 处理不好 锋芒毕露 让别人排挤你 也有可能 或者是说 你的到了一个关键的地方 你要 就比方说 前一段时间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 他快40岁 然后他转行之后呢 去到了这个工作里边 他没有办法在一个工作场合里边留下来 然后呢 就是他就说这个 因为公司运作的方式不对 不好 然后呢 他就给主管提出了要求 可是主管不听 后来他就受不了就离开工作了 我当时就回他 我说呢 我说你不要介意我说这个以下的这些话 我觉得因为我们要看你到什么level 你一个快40岁的人呢 如果进入到一个公司里边 其实你有工作能力 你又是新人 其实对主管来说你是一个有威胁的 就是你要自己要意识到这个问题 你刚 你现在如果想在一个行业里面生存下来 你能干 你可以能干 你可以帮助主管 但是一定要低调 不能多多 比方多多意见呢 我跟他说哎呀 这个不行 这个条例不好 这个条例不好 又给主管提意见 就算你提的对 主管也不会采纳的 因为当他采纳了 他就会觉得你是对的 他是错的 那他自己就失去了价值 所以他就会变得打压你 你就没有办法又发挥自己的才华 我说在一个新的行业里边 你就是新人 你进去所做的事情 你必须要低调 先生存下来 做得好了 老板才能看到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信赖 才可以把重任交于你 如果你一上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主管就把你已经压下去了 你怎么有可能在一个公司里面 长久待下去呢 你连生存都做不了 你又怎么可能去有发展前途呢 所以做人呢 很多时候 不能说是一个模式 全部copy不可能的 因为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人际关系 不同的老板 不同的工作模式 我们人一定要学会变通 当这个方法走不通的时候 一定要想 那我是不是应该走别的方法 当高调努力 没有办法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应该变得低调 沉稳 所以人一定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标准 说你一定要照着某一个方向 继续走的 而是一定要学会 根据眼前的事物 情况而转变自己 关键就是 比方说你到了一个公司 你觉得你被打压 你受到不公平待遇 没关系 因为知识永远是无限的 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去学东西 你可以说 哎呀他就是不教我 怎么样 你可以偷偷学 你可以多做 甚至你可以去打动对方 让对方 或者比方说有的人 他不教你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你心中有野心 你想要得到什么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你很低调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什么都不想 我很能干 说不定对方就会拉着你 哎呀你学了 你学了 你学了 你帮我做吗 你帮我分担一下 工作了 这就是人 懂吗 阴阳八卦 你进我退 当你太过近的时候 别人别人就退了 因为他害怕 但是当你退的时候 你又很能干 对方就会塞东西给你做 你很能干的时候 老板会塞东西给你做 希望你多做一点 帮他分担事情 所以一定要懂得这种关系 这种推语 让这种 就是学知识 是永远没有人可以阻止你的 你不要跟我说 就是虽然说 一个工厂 就是在一个公司里边 做工可能会遇到任何情况 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是bush 都是没用的 因为最重要的是 你去到公司里边 你只是为了学习 你是可以 如果你可以把工作做得好的话 你就必定老板会看到 老板自然而然就会给你机会 有些时候 就像这篇文章里面说一句话 就是曾经有人说过 你人生当中 所学 所看 所听到的 就是你凡是所学到的东西 它必定在你人生当中是有用的 你必定会用上它的 不要说 哎呀这就是对我来说没用 我不会学它 你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就里边还举了一个例子 讲的就是一个编辑 它是写稿的 然后呢 有一段时间 他就忽然间爱上了 这个摄影爱好 他就去买器械呀 学呀 上网学呀 去学校学呀 然后花了很多钱 然后同事呢 就跟他说 哎呀你是写稿的 你学着干嘛 浪费钱 还不如多点时间来写写文章更好 可是没过多久呢 他们的杂志就出 他们那里就出版了美食杂志 老板就毫不犹豫的把它提升了上来 做这个美食杂志 因为它又可以自己拍 又可以出去写评语 又可以怎样怎样怎样的 所以这就是它多了一个能耐 别人就必定会把它用上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这个机会不就是来了吗 而且它升职加薪了 过往更好的生活了 而写稿的还只是在写稿而已 所以我们人生一定一定要记住 各个方面我们都去学习 不要放过任何东西 如果你觉得哪个地方不对了 动动脑筋 赶快努力的去改变它 去学习 保持住自己的价值 让自己有价值 你才能在这个人生 你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混下去 先说 不用说多发展 你要先能混下去 你就首先要有本事 就像现在中国 已经大学生满地都是 出国留学生满地都是 我今天谁他们拍了一个影片的 讲的是北京那个批发站吗 我天哪 那店铺各个英文溜的不得了 小英文说的不得了 在中国的批发市场里面 所以现在特别是在亚洲国家 现在竞争这么厉害 你必须要保持住自己有价值 而这种价值不要去抱怨 因为学到了知识就是你的 这个老板不好 当你学足了东西 你就有本事可以跳槽 可以找更好的老板 可是你在本身现有的东西 你都没有学好 你光整天抱怨 有什么用 然后再给你们举个例子 就说 比方说我身边有个朋友 他做的是某一行的 然后他就说 哎呀我这行太辛苦了 等我将来呢 我不想干这个 我要去学摄影 我想做关于摄影的工作 我说可以啊 我说那你现在就开始上网 就算你没有时间去上学 那你可以上网去开始查找 开始看关于摄影的工作 他说不用啊 到时候我去跟一个师傅做学徒就行了 我说我说你做学徒 人家还要挑学徒呢 学徒多了 如果一个好的摄影师 他想要学徒多的去了 他当然是要有一个 就是你要有自身的价值值得 他去收留你 让你去做他的学徒 而且有一点的是 一个师傅 如果他愿意把他的学的东西交给你 你必定是要有些东西和他交换才可以的 没有人是无限给予你的 或者是说我可以 我可以真的是掏心掏干 把所有东西全部都交给你 这样的人很少 因为你可能你一旦学会了 你可能就胜过他了 他怎么都要留一手 对吧 而且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的话 你只是去帮他单单抬抬 那他就要你这场徒弟干嘛 将来你要出不了名 他要他收你干嘛 所以我说你就算做学徒 你也要之前准备好 当如果两个学生在我面前 一个学生是对摄影知识非常丰富 非常有经验 又可以帮上我的忙 对我又可以和他交谈 关于摄影的各种爱好 我当然选这个了 我不会选一个什么都不会 只会斑斑抬抬抬的人 你懂吗 所以当然这是命运的眷顾 也可能是师傅就选了这个斑斑抬抬的 因为他什么都不懂 他可能就觉得 你可能不会把我的东西学到 这个世界说不准的 这个东西 命运啊 人生啊 人的想法呀 没有联网了 你永远说不准的 但是我觉得 有准备怎么都好过 没有准备 OK 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是人 讲的是人 再讲的天 上天 上天永远是把机会给有准备的人的 这个时候他们 我记得我看那本书 最近看哪本书 上面写 他说 其实人生呢 每个人上天都会给他 人生中都会给他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去让他展 就是来 人生有一个跳跃 可是呢 只有没有准备好的人 他就没有办法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呢 他就会变得抱怨啊 因为明明是一件好的事情 如果你冲过去了 你可能就人生就开花了 但是如果你冲不过去 你可能就死在那里 你可能就觉得 我人生怎么这么坎坷呀 怎么这么悲惨呢 怎么就做不好啊 因为你并没有准备好 所以当我 当我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的时候 我首先沉下来告诉自己 我要把自己准备好 我现在做的每一样事情 我都是在准备着 因为我想上 我想让我的生命 做到更上一个level 更上一个层次 或者是我想让我的人生 更可以得到 我想要更多的这种发展 财富或者是名声 或者是说 我想要帮到更多更多的人 因为你如果想要帮助 更多更多的人 首先一点的是 你要有这个本事 你要有这个power 你要有这个 真是有这种background 人家才会去听你说什么 才会真正的 把你说的话听进去 所以有好多东西就是 我但是同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虽然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同样的也 承受了很多东西 因为当你想要更多的东西 或者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 或者想要拥有 更多的东西的时候 你必定是要承受一些东西 或者是你要失去一些东西的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这些样子 我们脑子应该有准备 应该知道 OK 当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应该坦然面对 因为这就是我将要得到东西之前 要所要付出的东西 也就是说 你在公司里边 如果你想要升职加薪 你就必须要付出努力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人的信任 老板的信任 或者上司信任 你可能就是要受气 或者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可能你忍过去了 你闯过这一关了 你就是人中之王 你就是人上人 因为别人忍受不了的人 被淘汰了 而你忍受下去的人 你就可以在人群中站起来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 成功的人里边少之又少 因为真正可以忍受这些的人 很少 而你克服了困难 顶过去了 那你就可以成功 所以舒舒服服的状态底下 你怎么可能会有这种 怎么可能会有成就 不可能的 而且在这种舒适的状态底下 你会让你自己怠慢 你会变得失去自己的价值 像当别人有一份工作 跟他说 哎呀我一份工作非常舒适啊 等天只是喝咖啡 华微信 什么都不用做 我就可以拿高薪 有什么呢 记住 如果你有这样的工作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这样的工作 迟早会被淘汰掉 因为如果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做到的工作 那要你干什么 相对而论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话 来随便来一个 稍微比你有点本事的 就可以轻易把你取代了 像在一个工作里边 如果你在你的职位里边 你没有两把刷子 没有 就是说 你没有点 跃人的技术 在手里边抓着 你的工作 分分钟就可以 就可能会被别人夺走 我现在说的 并不是说 美人耸听 让你害怕或怎样 而是我想要告诉你 我们要给自己留后手 而且学习 不要是一种恐惧的心态去学习 而是这种学习 可以让我们有价值 而这种价值 可以让我们更加自信 让我们在人生中 每一个阶段 都不会缺吃缺穿 或者是都不会 或者说怕没有工作 都不会说是 哎呀我的人生 到了一定年龄了 我失去了人生价值 或者说 我什么都不会 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能干什么 不是这样的 就是为了 我们就是学习 就是为了让自己 保持住这种状态 自信的状态 并且呢 让自己一步一步向上攀爬 就算你跌下来了 也没关系 我们再从头开始 我们可以从新的领域 重新学习 重新一步一步的爬起来 像很多时候 我们说哎呀年龄大了 不能做事 但是我们年龄大了 我们就要学会 审视自己的优点 利用自己的优点 因为我们年龄大了 我们需要的 我们拥有的 已经不是体力了 所以我们不要去找体力工 我们要找什么 我们要找的是动脑的 有经验的 比方说我们踏上社会 已经踏得到一定程度了 我们会处理很多人际关系 我们懂得怎么样去 钱怎样去退 所以找这样的工作 就是这种工作 就是适合我们长处的工作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那句话 每一个阶段都要反复的 详细的了解自己 要知道你在人生的 每一个阶段当中 什么是你的长处 什么是你的短处 并且根据这个 来调节你的人生 对于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 我说我开YouTube YouTube是我的退休后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退休以后 我就不想太做 太多动脑的东西 所以我很了解 我自己的性格 我特别是一个喜欢 讲话 讲道理 或者是特别喜欢思考的人 我随便说一些事情 我随便想一些事情 我就可以和大家聊天 说话 所以这是我的长处 我了解我自己 所以我就知道 我老了 我不能靠体力了 我可以这样做 而且YouTube 我既可以帮助到别人 又可以给我自己解闷 我又可以聊天 今天有一个观众朋友说 你可真行 自己对着 自己自言自语 能说这么久 我说你是看着我像神经病 我说你是看着我像神经病 其实我说 我说反正也是解闷 反正也是说 我还不是录下来 还可以挣个钱 不是挺好的吗 其实真的很简单 关键就是说 我能享受这个过程 在这前一段时间 因为我在YouTube方面 我就遇到了瓶颈 为什么遇到瓶颈呢 因为就开始被订阅量 观看量 然后挣钱量 来牵动了我的心 我就会想 我怎样要做些什么 怎样做才可以 也才可以让观众多点看 怎么样才可以挣多点钱 怎么样看 就是这些东西完全纷扰了我 纷扰了我 让我就是失去了 我刚开始的目标 就是我刚开始的目标 就是我的微视频 只要有一个人看受益 那这个视频就是没有白拍 所以我现在呢 我就所以后来 就是微重的情况底下 后一个朋友聊天 他就点醒了我 我就 我怎么忘了我曾经的梦想 我怎么忘了我曾经的目标 所以当我回到 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呢 我又回到了这种 轻松愉快的状态底下 就是我不再会去在意 多少人订阅 我不会在意多少人观看 我也不会在意钱多少 因为我自己本身 有一个很好的收入 所以我不再去在意去 哎呀我这个东西 可以帮我挣多少钱 我只是随性的做我自己 我希望 我希望就是 我说的每一句话呀 大家能用心的去听进去 可以呢 和我一起成长 可以和我一起去 一步一步的走我们的人生 可以永远的这么就是 正能量啊 想法如此的 就是positive 就是正能量的去思考 可以让我们的人生 可以跨过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坎 并且呢 当你永远记住 有坎就表示是有转机 等你冲破了 你的人生必定是有一个新的 新的level 新的开始和新的阶段 所以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会很兴奋 我会而且不要抱怨 一定要淡定的去把事情处理好 如果你有这个本事 把一个非常艰难的困难处理好的话 上天就会把一个大人 或者一件更好的东西 交在你的手里边 因为那是对你的考验 那是给你的考试卷 当你冲破过去了 你做到了 好运就来了 而且很多 更就是你 其实关键这个好运来自于哪里 也是因为你当你冲破了 你处理好了 你的自信心会大大的增加 所以呢 你就会有这个胆量去take 去抓这种更大的机会 比方说 同样是两个project 一个可以挣十万 一个可以挣一百万 当我们现在心情 你不够自信的时候 你可能会选择那个十万的 但是当你把一个非常艰难的困难 处理掉之后 你自己的自信心 到了一定程度 你说啊 我对我自己有信心 我是可以的 下一次 说不定你就会敢于 抓住这个一百万的生意 这就是因为 我们的自信心到哪里 我们就可以敢于去做某样事情 而当你敢去做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会有大的转变 一百万的生意 你拿到手了 肯定里面也有困难 但是你因为你曾经处理过这个困难 你对自己有自信心 只要你有信心了 你就不会觉得被压抑抱怨 不开心 因为你会专注的去处理事情 再大的事情你也会处理掉的 人生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下去的 因为好多时候 我们遇到困难 不敢take 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不够 是因为我们不敢 我们不相信自己 我们认为自己不可能 所以包括你 我们对爱情也是 当你怀疑一个人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你对方怎么怎么样 而是其实当你怀疑的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是对自己失去信心了 你是对自己失去信心 并不是你说 哎呀 我怎样可以挽回他的心 我怎么可以让他 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样 怎么样可以相信他 就是这句话说 我怎么可以去相信他 听上去感觉好像是 他要做什么改变 我才能相信他 其实不是的 而是你自己要做些什么 让自己 confident 觉得 我就算没有你 我也可以 而且并且把自己打扮得 漂亮的美美利的 你要心里要相信 我现在走出去 我不知道 我一样有魅力 我而且要相信自己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我就可以紧紧的抓住 我另一半的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真正的让自己改变 改变你命运 改变你婚姻状况 改变你relationship的关键 就是改变自己 令到自己有价值 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人生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小宇宙 是围绕着我们自己的 我们不可能去改变别人 但唯一可以做到的 就是改变自己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有很多时候我们说 哎呀我解决不了啊 改变不了啊 这是命运 很多事情我都改变不了啊 是的 但是有一样事情你可以改变 就是改变自己 你只要你自己 可以随时随刻的改变 那这个世界哈 你就没有地方 你是不可能是 不可以生存的 怎么说呢 比方说 在一个环境底下 你需要是一个固体 那我就变成一个固体 在某一个环境底下 我需要变成水 我才能生存 那我就变成水 在某个地方 我需要变成非常高贵 美丽的蝴蝶 我才能生存 我就变成蝴蝶 在某个地方 如果我需要变成一个 在地下爬的小虫 我才能生存 我就变成小虫 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这样的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你的人生有什么是生存 生存不下来的 有什么是你不可能 不可以做到的 有什么是你得不到的 所以对自己 一定要相信自己 而且一个人 只要能把自己改变得了了 你就可以改变你的世界 改变你的命运 其实所以所有的东西 是控制在我们自己手里边的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是完全是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 和自己的改变来控制和改变的 当你每一次在向外抱怨的时候 仔细想一想 你可以如何改变 来去应对面前的所有一切 因为你改变自己 怎么都好去好过 怎么也都比改变别人要快的很多 如果说哎呀我不行 我就这样了 我改变不了了 那你就心甘情愿的去承受 你自己不改变所带来的后果 其实我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 就是 比方说有人说 哎呀为什么一个女人 就是她结三次婚 三个老公都打她 她的命不好 其实不是的 是因为你这个人对选择老公方面有问题 OK 不要怨命运为什么不好 为什么她选的老公三个都打她 而是她自己本身有问题 她择偶的方向有问题 比方说她喜欢那种很强势 战雨有欲很强 很怎样怎样的人 或者是她太过于去依赖别人 让别人感觉她很无能 她什么都不能给予她 她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依赖对方 而对方 当然了 因为对方就会觉得 你什么都没有 你又 你 你的人生全部靠我 我又 你甚至就是又 没有脾气 又可以任由我践踏 我打你一巴掌 你也不还手 我当然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了 其实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自己造成的 如果你打我一巴掌 我给你一撇子 你看你是不是 你看你看看你敢不敢 就是我这么说 当然你不能随便给人家一撇子 人家不能随便打你一巴 就是说 就是我当时就是在想 她说 哎呀 如果就是 那天我和嫂子聊天 她就说 如果我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男人 我嫂子离婚了 然后我嫂子就说 不对 这样的男人 根本不可能走进我的生命当中 也就是说 这样的男人 你看到有问题 就要马上停止 马上去掉头就走 而不是给他一次又一次机会 因为 你明知道他不好 你还给他机会 那你就是在给他机会去伤害你 所以当他伤害到你的时候 不要抱怨 因为是你自己选择的 是你自己一步一步 把他带到你的生命当中的 而且到了今时今日 他打你 他说你 他怎样 你还是不离开 你还是在抱怨 你还是在说 我不能啊 我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你要依赖他 你没有自我价值 你的价值就是衣服 衣服在别人身上 所以 这就表示 这就是你为什么会被别人欺负 被打压 因为你不够强大 这个世界上 弱者 弱人说 哎呀欺软怕硬 弱者总是被欺负 虽然这不公平的 是的 这是事实 有些时候 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 他本身被别人打压 他的气出不来 他就必须要去 去找更弱的 所以 弱者永远是最下边的 没办法 因为这是这种循环 没有办法 所以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 自己变成强者 如果你不想被别人欺负 唯一的方法就是 把自己变成强者 不要怪别人是强者 你要怪就怪自己不是强者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遇到什么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学习 我要把自己变强大 我要 就是说 如果有人真的会踩我的话 我会 我有一天 我要和他平起平坐 我甚至要比他更高 虽然我不会踩他 但是他踩我这一下 足够可以让我反弹到很高 因为他刺痛了我的自尊心 我要让他知道 他 我要 我要感谢他踩了我这一脚 我要让他知道 他踩我这一脚 可以让我反弹的更高 这就是人生 今天呢 我所讲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坚持学习 而这个学习呢 人生中的点点滴滴 OK了 抱抱了 抱抱抱抱抱抱抱 OK了 OK了 他总是过来找关注 就是 就是 我们人生不停的学习呢 你就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环境条件 而且对 婚姻方面呢 什么的也是 也是一样 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自我价值 我觉得其实两性关系里边呢 这个人的自信呢 是非常重要 当然 但你虽然自我价值要保持到了 但是同样的 花点心思在对方身上 了解对方真正的想要什么 就是有些时候 有个人的人说 哎呀我也很自信呢 我也很什么 可是我就是得不到对方 因为你并没有花心思在对方上 一定要花 一定要去了解对方 如果你真的想把这个人留在身边一辈子的话 真正的把他了解 透了他 知道他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然后针对他的爱好给予 那你就 那这个人在你身边 他会觉得很舒服 因为他可以在你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并且 你又可以让他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底下生活 因为两个人相处嘛 同一起住 或者是将来一会要结婚 你有的人说 哎呀我要和他吵 天天吵啊什么的 他怎么会想要和你结婚呢 因为他一想和你这种女人天天在一起 就吵啊闹啊打呀 他怎么会想要去和你结婚呢 所以吵架是最不理智的 是对婚姻关系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吵 你可以撒娇 你可以抱怨 但是把目的性达到就好了 不要去多多逼人 咬住不放 就是做一些就是让人烦的事啊 如果你就是这样的话 真的是对方肯定会对你印象大大减分的 就算你在婚姻里边都好 就算有婚姻的这个合约在里边都好 都不可以任由自己乱发脾气 因为人的感情啊真的是会上下波动改变的 他会因为某一样事情感动 而爱上你 同样也会因为你的一个恶行 而变成讨厌你 会变成哎呀我不想再和你一起生活了 而这种 如果这种这种恶行 慢慢慢慢的积累 慢慢的超过了你对他的感动的话 那就是你们两个人要分开 或者是两个人痛苦的生活的一个阶段 所以尽量努力的去做一些让对方感动的事情 不要做一些让别人心痛 不开心不舒服 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 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他们说好像是澳洲的 他说有一个老头 他去银行里边 然后拿着刀就说 抢劫 把钱拿出来 然后对方呢就是说 啊你要干嘛怎样怎样的啊 然后他就对方他说 我不管你给拿钱出来 OK 他就把这好像是澳洲的故事 银行呢就这个职员没办法 就把钱就给他了 这老头拿了钱之后呢 就坐在银行里边 不动了 然后就跟他们说 赶快去报警 我抢银行了 赶快去报警 我抢银行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 他们就说就就奇怪 警察来之后 他说赶快把我带走吧 我抢银行了 把我关起来吧 然后警察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啊 他说 他说 我实在受不了我老婆了 我真的是不要在家里待着了 我宁愿去监狱里边待着 我也不要在家里边待着了 你帮我带走吧 你帮我带走吧 我讲这个啊 虽然挺好说笑话 但是这是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啊 你就可以看得出 这个老人家 有多烦他老婆 他说 我真的超烦他老婆 他说你帮我带走吧 我宁愿去监狱里边待着 我也不要在家里待着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种 这种夫妻关系 这到什么程度啊 这他已经不能和他老婆离婚 就是老夫老妻了嘛 也没有可能也想到 也没有想过要离婚 可是老婆就天天念叨 我天天说呀 天天骂呀 真的是 他宁愿去坐牢 都不愿待在家里边 所以真的是 有时候想想的 真的是蛮逗的 这是 人生啊 其实人生真的是 我觉得 我没什么 为什么每次总是 变态positive 就是正能量 是因为 我觉得人生 真的是 太奇妙了 就是 他每当 不管是发生好事 还是坏事 还是各种各样的感情啊 大大小小啊 虽然也有人遇到很多困难啊 悲惨的事情啊 但是我觉得 他里边总是有一些原因 有一些玄机 有一些奥妙在里边呢 而且我相信 如果我们人处于正能量 或者心地善良 或者是非常好心的去处理人生 我 我真的会看到 当你把一样事情非常 就是总是向好的方面去扭转 它的时候 它就会把你的人生当中 很多事情变得越来越好 虽然有些时候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公平 不好 或者一些无理 不灵 遇到一些非常非常 就是别人很差的态度 但是我自己的深深体会就是 我永远相信的是 我们尽量以善良 以好的东西 来去回馈它们 虽然有些时候 我也会生气 气到冒烟 但是 气归气 因为我知道 当你生气去处理一样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只会越来越坏 越来越糟 所以我知道这个后果 所以不管我多生气 我都会以一种好的行动 来去处理这件事情 笑脸着 温和着 gentle的 就是尽量去 以友善的情况底下 去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呢 而我得到的结果 就是真的是非常友善的 非常 就是 就算再坏再坏的事情 也就会变得慢慢慢慢的 减弱 慢慢慢慢的 这个怨气啊 就会变得慢慢慢慢的 变少 变小 而且呢 如果遇到 如果有遇到有什么怨恨呢 如果我发现有人恨我 不喜欢我 我会 我会尽量的去和他谈 然后呢 和他去慢慢的化解 这种 这种怨恨 有好多时候呢 我们往往就是 因为一口气 就是把事情呢 就处理的越搞越大 越搞越大 甚至就可能都会影响到 自己的人生 心中深深的受伤害 但是有时候呢 我就在想 其实有些时候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 一句非常友善的话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就尽量不要把它滚的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呃 气 受气是贵受气 但是你发脾气的时候 或者是 在你非常怨恨的情况底下 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想一想后果 因为不要把这种不好的运气 把这不好的事情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这样的话 对自己真的是 一点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呢 人生呢 是可以 我们可以掌控的 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改变 通过我们的友善 通过我们的爱 去感化和改变身边的一切的 我在这里呢 也是 我也非常非常幸运的 在网上遇到了大家 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留言呢 信件呢 寄给我 然后 我尽可能的去回复 但是有些因为时间有限 像我本来 我像我昨天就挺 就是本来我昨天是陪我女儿一整天 我下午呢 就空出一段时间呢 就给 打算录影给大家 可是 忽然间就有个朋友就 就来来 然后就和我聊天 就把我的计划给打乱了 像我今天呢 本来也约好了一个 网友 本来约好了一个朋友呢 见面 可是也是因为我今天的schedule呢 就是我的这个time table呢 因为昨天被打乱了 所以今天要补上 就没有办法去见他 但是 但是我今天也是趁这个时间 给大家多录点影啊 就是给大家 就是去 就是和大家聊聊天 把昨天的给补上啊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一大早呢 我又去买了早餐 还有咖啡 给你们看一下 这家的那个bread 蛮好吃的 他们都是 就是每年年都拿奖的 就是都是蛋糕 什么的 都是手工做的呀 看漂亮吧 是不是看上去 好好吃的样子 然后再配上我的咖啡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啦 给你们看 他们家做各式各样的 就是面包 蛮好吃的 就是各种 不只是蛋糕 是各种各样的面包 它主要是做bacery的嘛 不要跟我说肥啊 这个呢 其实是买给我女儿的 菠萝 菠萝 橙子 苹果和梨 一天又来出来 购买 看到这个橙子了吗 这个编号一定要记住 超级甜的 一定要买这个橙子 好给你们看这个 这个是梨子吧 超级甜 这个好甜的 你不要看得轻轻的哦 它的名字就叫甜梨子 就是超甜 这个是大大的梨子 价钱也不贵 这都是包好的 看好多各式各样的水果 什么都有 然后这个是西人水果嘛 里边还有很多是唐人的水果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看这个 这都是压热带地方的水果 什么龙眼啊 那个叫什么 还有火龙果呀 这个叫什么 这名字我都叫不上来的 但是我知道这都是 压热带地区的水果 所以在这边呢 什么水果 这是各种各样干果呀 这个农场里面 什么都有蛮多的 各种各样的蔬菜 包好了的 我觉得西人最好的好处就是 他东西都已经给你包的漂亮亮亮的 你的感觉真的好棒啊 而且你买多呀 又吃不完 然后他们一小包一小包包 你包好 虽然有点贵啦 这种各种各样的 Nuts 各种各样的就是那种 呃 坚果 这里什么都有 这就是那个大西瓜饭吗 之前我不是给你们路过吗 看看这里 什么都有 这个是羊肉卷 这是羊肉卷 嗯 这个吃不下什么好吃 今天的墨尔本超级大风又冷 是 你们看一下就挂成什么样子 哈哈哈哈 我现在在服装 看到了吗 在这边 在这边是下雨天加伞是没有用的 你打伞是没有用的 今天呢 带我女儿出来买一些 买一双 因为冬天天冷 买一个UGG 我现在在包 然后呢 哦天啊 今天好大风又下雨 买杯奶茶 然后呢 我现在在 做头发 今天正好有空带女儿出来做头发 我的染发 我的染发 剪发 你们应该在录影中看到了 我头发都变短了 反正我头发很少 所以扁扁呢 这是我的韩国理发师 哎呀 看剪完的样子 我实际在包装 有这个 CYU CYU AGAN 这里剪发 这里一个这里老板超好的 人特别特别nice 然后 我进来包装之后 我发现 怎么这个光导 门口拍这么长 对 原来两点钟 下午两点钟啊 有这个免费派送 派送蛋糕 你看这队多长 好多人在在这等啊 大家请看镜头 里边全都是华人 没有 就是西人特别特别少 看到吗 这就是 这里的唐人 算不是唐人街 唐人区了 Oxio 是非常老区的 然后里面全都是华人 你在这里边逛街买东西 是完全不需要英文的 说中文搞定所有的一切 你看排队排到这里 多少人呢 看到这人群了吗 这就是这个广告 这个poster 下午两点免费赠送 然后这是有人已经拿到了 我没有 当然没有拿到了 是人家他们拿到的 现在又晴天了 你看 这就是墨尔本的天气 哎 阴晴不定